提高效率的一種方式 那這邊我們至少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如果我今天用判斷的 用邏輯判斷 那個前面有寫過在那個 好像第二個範例吧 多重判斷的時候 比如說我今天 成績是80分以上 好像是A吧 70分以上是B 那個時候會用到一個叫多重判斷 也就是說我今天第一種寫法是 假設我今天 比如說我今天輸出 那輸出的部分是根據 比如說第一個一樣是迴圈範圍 for i 等於第六 第六列一直到最下面列 然後呢如果我的依然裡面 如果依然裡面的血型 那總共會有四種 所以如果它是A的話 那如果A的話我要做什麼 就串那個公式 那有部分是一樣的 哪裡一樣 信號一樣 但這裡不一樣 信號一樣 那還有換行 這邊要換行 那抓的部分的話呢 是根據什麼 根據下面的資料 那下面資料 我就知道說 如果A欄 它是在 第28列的B欄 這個是在第28列的C欄 那如果是B的話 是29列的B欄 那前提是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如果不是在同工作表 變成你要再加一個工作表名稱 OK 那最後寫完之後 大概是類似像這樣 那邏輯上是前面都有寫過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假設我今天插入一個 一樣是一個模組 一個程序名稱叫血型 那forA等於第六列 一直到最下面列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直接是撰寫到25 那你可以去抓 它的最後的那個範圍 那再來的話就是 如果E欄 所以特別注意 我要判斷的範圍 是根據它的E欄 OK 等於A的話 那then輸出到追欄 因為我們最後是放在這個追欄的地方 等於什麼呢 這個地方是一個信號 and 有沒有 就是28列的 因為是A 28列的B欄 那換行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跟那個VBA有點像 可是VBA 不是 跟那個ECEL裡面很像 但是 在ECEL裡面叫CHAR 那個函數 可是VBA的話呢 它不叫CHAR 它少一個A CHAR OK 一樣是抓第10個 一樣是換ASCII Code裡面的第10個 然後 and 後面的話都一樣 就是說 先抓上 抓它的B欄 然後再抓C欄 其他都一樣 只是分別是 28 B欄是29 再來是30 31 所以執行完畢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 執行完之後呢 它就會幫我們把 所有的資料 放在 這個 追欄的這一部分 但是我們少了什麼東西 少了格式 所以格式部分的話 我剛剛講過了 第一個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裡面的什麼 這個要自動換行 可是自動換 自動換列 第一個功能我要 可是它實際上 就一行程式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水平 水平要怎麼樣 要能夠靠左 OK 所以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 那問題是 這個功能 我不會寫 這個功能 我也不會寫 還有呢 把字放成10號 把字型放成微軟 正黑體 反正就是有幾個功能 1 2 3 這些應該都常用了 但如果你要其他什麼 方法差不多 OK 那怎麼樣去做出這個效果呢 基本上 我這邊已經有做好了 大概其實就是這麼幾行 這四行 你就想把這四行 複製一下 我就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他們每一個的下面 這個地方 然後就直接直接 可是你會想說 那這個地方是怎麼 怎麼怎麼產生的 其實總共就是 把這個註解拿掉 這個註解取消一下 基本上就是 這一行 就是 我要那個水平 Horonto 水平 對齊 靠左 OK 然後呢 自動換列 為True 這個Warp Test 然後呢 字型的顏色 跟字的大小 做完之後 它沒跑一個 輸出之後 就幫我把那一列的資料 改一下 所以如果現在跑 跑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這樣應該 追覽本來是沒有格式化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我把它格式化 有沒有發現 它輸出的時候呢 就順便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格式套用上去了 欸 這樣子的話 不是很方便嗎 以後啊 你只要有某一個功能你要做 你就直接這樣 就可以產生你要的格式 那放在哪裡呢 放在輸出之後 這個是輸出資料 這個是輸出格式 所以輸出資料之後 再幫我輸出格式 那你想說那個格式怎麼來的 基本上這個格式 如果你不會撰寫沒關係啦 這裡的話有一招 就是說呢 我先把格式先清楚 清楚格式 清楚格式 又恢復了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做那個效果的話 第一個 其實我不會 那沒關係啊 交給一個方法 從開發人員裡面 你用錄製聚齊的 所以喔 不過錄製完的東西 不是100%完全合用 你要知道要抓哪些地方 第一個 錄製聚齊 那我不改名稱喔 叫Marco3 第二個按右鍵喔 我就把剛剛的動作呢 再做一遍 這個打勾 跟這個水平的部分喔 向左 這兩個按確定 這個時候他會幫我錄 一段程式 第二個的話呢 切到常用 改為10號 自行改為 微軟正黑體 這個又錄下一段了 好把這地方喔 把它開發人員停止掉 這個時候呢 再切到聚集裡面的那個Marco3 那這邊有個編輯 把它按下去喔 那因為呢 他錄製完之後 我想過來 他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 模組 就是會多一個模組 然後放在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Marco3 那裡面到底做了什麼事喔 基本上喔 錄製聚集他很喜歡用什麼 Selection 那這個Selection的意思 那為什麼你想說 那這個地方 怎麼會是With開頭 EndWith結束 特別注意喔 特別注意喔 實際上喔 這個點的前面 本來應該所有的點前面 都是Selection Selection 那因為會有重複嘛 所以他乾脆拉出一個 反正以後這些點前面 都是Selection 可是你會發現喔 其實基本上喔 像這個地方裡面呢 這一段有沒有 其實我只要 要什麼呢 要兩個東西而已 其實Horonto 這個Horonto 是水平的啦 不過有時候它麻煩 它不是中文的 所以你變成 你要自己去稍微知道一下 查一下它英文喔 這個其實這一 那個 這個喔 垂直的不用 所以這個你可以刪掉 然後這個Orientation 這個好像是它的那個吧 你可以 它的順序還什麼的喔 那如果說這些都不要的話 你可以怎麼 勇敢的喔 把它刪掉 好 再來的話是Form 那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跟這個好像有重複到 其實這裡面的話 這一段其實把它砍掉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兩個好像重複的 然後呢 這個跟 這個裡面呢 其實我們要的也只有兩個 不過你可以去查一下啦 這個好像是什麼 這個好像是刪除線還是什麼的 反正每一個每一個 還Underline 有沒有底線 那每一個每一個都有它的作用 可是喔 陸續期有一個缺點 就是喔 它不管你要不要 反正它全部給你了 所以喔怎麼辦 你要自己去稍微對照一下 哪些功能不要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砍掉 那我們就留下我們要的東西 就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以後selection 通通都可以用sales來代替 其實selection 實際上呢指的就是說 你現在選取的那一個儲存格 那實際上喔 這個selection 物件喔 也可以用sales來代替 或者可以用range來代替 因為selection 有可能是你選了一個 選了一個的話 選了一個 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儲存格 如果你選了一堆 它就是一個range OK 所以 所以 也就是說 將來喔 我們可以怎麼樣 你要把不要的刪掉之後 然後用什麼來代替 用sales你要的那個sales 我們要的那個sales 是輸出到這個sales I 豆點追對不對 那你可以這樣做啦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selection 放在前面 只要是selection的 所以將來這一行這一行 所以這兩行就是有沒有 本來是selection的 你就把它用我們輸出那個來代替 所以會有水平的套左 然後呢 自動換列 所以這兩行就有了 底下這個是selection.phone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將來如果你要用它的話 記得喔 必須還要在這邊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phone 所以這邊的話變成說 還要再多一個phone 所以變成說什麼 這個 這個要移到這邊來 然後這個 移到這邊來 然後這把全部都在一起就好了 有沒有 其實我們要的這四行就有了 那也是最後 最後剩下的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這四行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有錄製聚集 然後呢再慢慢砍 砍到剩下我們要的東西就對了 可是至少比完全不知道說 從何左手來的簡單多了 反正至少就是有一個線索 只是說這些線索喔 有的時候還是需要經常性的使用 因為我為什麼一看就知道 因為我經常錄 經常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知道我要什麼 那關鍵就是說最後記得有個selection 請你把那個selection 用你的sales代替 最後再把這四行複製過來 再貼到你要的那個功能的下方 這樣就完成了 那同樣的方法 這個是用多重判斷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是用什麼 用剛剛的那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輸出什麼 輸出那個很長一串的這個公式 有沒有 那很長一串的這個公式 這個怎麼來的呢 當然就是從那個我們的 做好的這一串裡面有沒有 把它複製 有沒有 然後呢取消一下 貼到那個回圈裡面 那我講過 如果裡面已經有這個雙引號的話 要先補一個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要先補 第二個的話 如果回圈是6 這個6 要把它改成i 所以這個前面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 有沒有 做完就類似像這樣子 也就是有雙引號變兩個 有6的話 就把它改成i 那最後再加上什麼 我們剛剛的這四行 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 就是直接把它輸出 到這邊的話 假設我這邊 也是把它清除 OK 然後格式當然你可以把它清掉 再利用第二種方法 直接把它輸出 並且套用什麼 套用那個 我這邊設中斷點好了 這邊停一下好了 停在這邊 然後輸出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好像已經有一個格式的 再套用 換下一個應該沒有 第二個 這個是完全沒有套用 那你先 它會一行 先什麼 先靠左 然後再換行 然後再微軟正黑體 然後再變成十號字 這樣就出來了 所以當然你那個順序可以調整 它只是說 把這個效果都套上去 然後換下一個 所以底下都一樣 那我就直接把它全部執行過 那底下的話 就每一個每一個都會套用你要的格式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部分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主要這四個東西 都是利用那個錄製聚集 可以得到答案的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VBA這部分 其實算起來 如果跟其他的那個程式語言比起來的話 這個部分倒是比較有人情味一點 因為它至少還會給你一點東西 但是如果其他語言的話 說真的啊 你不會就是不會啦 你去怎麼查 還是真的挺麻煩的 而且要學很久才有辦法知道說該怎麼做 但是VBA裡面這些格式呢 都可以透過錄製聚集而得到 但錄製聚集完之後 特別注意喔 你要去看那個關鍵點 就是那個selection selection物件 它基本上呢 將來就可以把它換作成sales 或者是range